万德其章也发不灭 万德其章是什么 会能大思开悟 最后说第一句 何其自行能生万法 那就是万德其章 虽然万德其章 其中真的一发不灭 这是大臣经上讲的 中道第一 设法界一正庄严 有没有 有 真有吗 相有 礼物 相是患有 其是真空 真空不爱 妙有 妙有也不爱真空 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 屏幕 一发不灭 是什么呢 是屏幕的本身 它确实一发不灭 但是万德其章 你只要按一下频道 一身色相 全出来了 色相 有没有妨害 屏幕呢 没有 屏幕有没有妨害 色相呢 也没有 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出 万德其章 也发不灭 你从这个地方 开悟了 你能把你开悟的 应用你的 用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六根 所接触的六层境界 真相 就像 屏幕跟色相这个关系 不及不理 你不能说它是 你也不能说它不是 谁知道啊 佛知道啊 这个屏幕 现在我们眼前 就是一切结成佛 称佛是什么呢 这两句话就是称佛 万德其章 一发不利 就是称佛 这是四十真相 这不是哪个创造 哪个发明的 它本来就是啊 问题是 问题你的真懂啊 真明了啊 真明了 所有现象 现前 你如如不懂 屏幕是真心 它能信 能神 妄想分别 知识能变 不管怎么变 也出不了 屏幕的范围 不管怎么变 也没有妨害 屏幕 所以真的 是一切结成佛 一点都不讲了 你是佛 他也是佛 桌椅板凳 都是佛 花草树木 也是佛 山河大地 也是佛 叶茅 叶尘 的 威 的 我们前面念过的 叶尘 叶茅 的 威 的 都是佛 佛 是什么 佛 是真心 叶范 不利 叶范 不利 叶范 不舍 叶范